下一個介紹的方式叫做對流 對流是用在流體 流體就是氣體跟液體會流動的 基本上通常都是受熱之後體積會膨脹 所以密度會變小 所以就會浮起來 就會跑到上面去 所以熱的就會往上升 冷的就會往下降 這種熱身冷降的過程就叫做對流 對流 讓對流向影片裡面所顯示的狀況 在右邊的這個原住體有一段是開放的 原住體的裡面裝了一個燈口 在這邊有一個視窗 邊放置在原住體左上 這邊下煙產生煙會有什麼樣的流動方式呢 當空氣被開始飽過時會向上移動 而它的居士又開始下沉了 所以左邊的邊邊是下沉的 右邊的是上升的 然後讓我們其中的動物從噹泡的加入熱門上升 空氣也被開始上升 當它入到左方的低暗的硬勢 它也被開始下沉 我們可清楚看到這樣的狀況 這個機槍也叫做威勵 我們再次來一次熱烈的一席中是如何傳送的 當一席收熱以後對流的現象便會發生 OK 這就是告訴你熱上升冷下降叫做對流 這是個實驗 這個實驗裡面可以告訴你 水主要的傳熱方式是靠對流而不是傳導 所以這個實驗的結果跟方法要記住 如果我是這樣子加熱 我是這樣子加熱 因為水會對流熱的會上升冷的會下降 所以我這個手就會感覺到是 手會感覺到上升 可是如果我這樣加熱 對流在上面發生 上升下在這裡發生對流 它不太會靠傳熱傳下來 所以這個手就不太會覺得熱 所以由這個實驗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什麼事情 所以水的傳熱方式主要靠什麼 主要靠的是對流 而不是靠傳導 所以液體跟氣體的主要打熱方式 都是靠所謂的對流 熱上升冷下降 那麼這兩個熱隊友的實驗影片 那麼這兩個熱隊友的實驗影片 這個是晚了一部水團牛奶 我們現在以酒精燒燈來加熱 這次我們會發生什麼呢 這次我們會發生什麼呢 有兩種故事 我們在臼海頸 今回有兩部水ップ 大體客人清潔 真的難過 breatl MORE 但是我們再也不承認 而不像基礎去固定方向機械 現在我們來看看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實驗 就是它不會到下面去 它不是靠傳導傳 它不會到下面 它就在上面發生隊友 其實熱從上火加熱 又仍然能傳自己 現在我們要是煮沸了 使用下半部份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就來一點點沒變 隊友只有在熱從熱來的處 開始向上方傳導使才能發生 但是由於我們是由上方加熱的 你則對越來越好 所以就是我們做的那個實驗 大家可以講那個示範的實驗就是這樣 做這件事情 一樣的東西 OK 最後就是一些應用 這個就是非常古瓦那種 那個冷凍庫是放冰塊的 所以呢冰塊要放在上面 然後冷的會下降 才會使下面會變冷 你們現在家裡那個電冰箱 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不需要 有人會放在左邊 不然不一樣 不一定要放在所謂的上面 然後冷氣要放在比較高的地方 正確就是要比你們現在最高的人要高一點 然後從那邊冷氣出來 冷氣往下沉 那下面就會變冷 然後高雄的煙囪對流 或者你們同軍的時候生活 要把那個灶做好對不對 要能夠有好的對流 那個火才會燒得旺 這是一樣的原理 再來就是這個海風跟陸風 先被結論 先被結論 白天吹海風晚上吹陸風 為什麼 因為比熱不同 陸地的比熱比較小 所以白天太陽曬 溫度容易會上升 當然也就容易會下降 所以白天熱空氣上升 然後風從海上補過來 風從海上來 所以叫做海風 到了晚上 容易上升的容易下降 不易上升的不易下降 變成海上溫度高 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從陸地補過來 風從陸地來 叫做陸風 所以結論叫做 背下來 白天吹海風晚上吹 陸風 原因 比熱不同 造成冷熱變化不同 造成冷熱變化不同 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然後還有一些小細節的東西 我們再上 地球科學會不會再跟你補充一點 其他的小細節 也就是有關於對流的部分 OK